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近日关于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培柱 效仿王立军叛逃美国使领馆的消息 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真假难辨 不过澳洲日报日前报道 他们得到准确消息证实确有此事 报道引述吉林省委一名官员的话说 刘培柱叛逃美国使领馆 被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包日强 在网上披露后 引起中共高层及国家安全部的重视 命令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尽快处理 并全力消除负面影响 报道说孙政才火速调集100名武警 并抽调吉林省国家安全厅的30多名精兵强将 最终在上午6点40分 将正要驾车前往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刘培柱 及其家人堵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澳洲日报报道说 大陆媒体在刘培柱外逃传闻出现后 报道刘培柱在除夕夜率领都岛长春市零点夜茶行动的消息 是中共高层为了所谓大局稳定 消除影响而制造的新闻 路透社援引不愿公布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不肯配合官方对他的调查 两次绝食抗议 目前在北京一家医院就医 被强行喂食 据报道 薄熙来在关押期间并没有受到虐待 但他的健康状况因绝食而变差 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开审日期 对他的审判估计要到3月份的两会之后举行 大陆维权人士纪念中国 莫里花事件两周年的活动还在继续 2月20号评论人士莫知许在推特上发文揭露 中共镇压莫里花的行动被称作215专案 最早的打压行动其实是从2月16号开始的 所谓的220周年是因为当天是大陆民众集会的行动日 而官方的打压开始的还要更早 莫知许在推特上说 唐吉田律师、陈天时、他本人、王力宏、张永潘等人 都是2月16号当天被带走或被喝茶 好 各位观众稍后请收看时事禁闻